慈濟的關懷戶王先生 12年前因為血管炎 雙手手指頭和雙腳小腿截肢 只能躺在床上 他從一個廠長 然後一個家庭的資助 然後發病以後沒辦法上班 然後必須由太太照顧著 然後太太也沒辦法上班 有苦的人走不出來 有福的人就要走進去 慈濟仁義會12年前開始陪伴關懷 12年的時間陪他走出陰霾 案主終於說出對媽媽謝謝的話 他說媽媽謝謝你 然後跟太太說太太謝謝你 他終於放下了 雲嘉南仁義會細心發現 這位住在雲林的羅梅芳 20歲那一年車禍變成植物人 19年了沒洗過牙 嚴重牙結石 仁義會牙科特地把醫療器材 搬到梅芳家幫他洗牙 看到梅芳的牙齒很多結石 他問梅芳媽媽 梅芳從車禍到現在十幾年都沒有洗 我常常看到他在掙扎心裡很痛苦 也不知道他是什麼病什麼原因 就很期待說 每隔一的第三個禮拜 有醫師還有那個師兄師姐會來 請他們看一下 企業家也投入造血幹細胞 捐贈驗血活動 食品公司的董事長吳翠玉 小叔四十多年前因為血癌過世 六月份公司舉辦教育訓練 他邀請員工參加驗血建黨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七號嘉義第一場驗血建黨活動 正式舉行志工上街宣導 即使被民眾趕出家門也不放棄 為了就是要讓血癌病友有一線生機 大衣新聞雲林總和報導 就是要注意他們公司李嘉祖 聽到普通知心派市長吳翠玉